大家好,我是Michelle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春石湖花后的养护方法 春石湖多在春夏季开花 花后的养护管理工作非常重要 因为花后养护工作做得好不好呢 不仅影响着接下来是否能顺利恢复长势 同时还决定着来年能不能继续开花 而花后养护呢重点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修剪 第二呢就是换盆 首先呢就是要修剪残花黄叶 将其开过的残花连枝一起剪掉 但是呢不要剪完 剪一半即可 因为呢花枝被剪掉一半后呢 后期还可能从其侧面长出新的花苞 剪刀的刀口必须消毒防病菌感染 修剪的时候呢应该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对二次花期的生长会有益 在修剪残花拜叶时要有方法 要用剪断 不要用撕裂的方法 不要伤到节点 没有长过花苞的节点呢 都可能形成新的花芽 对于每个节点都开过花的茎杆 也不要马上剪掉 在老茎杆 在老茎杆侧面会长出新的苗 老茎杆呢会提供养分 给新苗的生长 有些老茎杆 有些老茎杆既不会长出新的花芽 也没有发出新的苗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它剪掉 否则呢会消耗养分 修剪老猪时呢不可紧挨甲林镜下刀 其次啊就是即时换盘和更新资料 可以让植株在新的环境下保持生长旺盛 资料呢要用疏松透气 保水性比较好的新资料 而且呢这个资料呢不要把根呢覆盖 花盘则要透光透气排水良好 因为此时的春石湖已有新苗和新的花芽 所以呢这次呢我就不打算换盆 而冻到它的根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请点赞订阅并按小铃铛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感谢您的观看